大家好 盆核花也会选择在春季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呢 给这个兰花进行换盆土的工作 那么一些这种旧的质料啊 我们如果直接扔气掉呢 是非常的可惜的 那么这个旧质料呢 其实我们可以经过这几步处理 然后呢和一些新的质料混合起来 摘种兰花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旧的质料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才可以继续使用呢 首先第一步这个旧的质料 那我们先用清水把它浸泡至少一天一夜左右 这时候浸泡这个清水 主要是为了去除这个旧的质料里面 所含有的一些盐分 如果这个旧质料里面的这个盐分堆积过于严重啊 那么后期在摘种的话呢 对于植株的根响非常不利 所以呢一定要先去除盐分 而且浸泡的时间最好就是一天一夜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浸泡好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水分沥干了 然后把它铺开 最好就是放在强光底下暴晒把它晒干 第三步呢在晒干之后呢 我们再来用一些杀菌药给它浸泡 做好一次全面的杀菌工作 那么这个杀菌药呢 我们可以选择用这种广浦性的杀菌剂 也就是以做多菌粘将它稀释1000倍 然后呢把这个旧的质料放进去浸泡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起来一个完全杀菌的效果 这样摘种之后呢 蜘蛛就不容易感染这个病害 第四步呢就是我们浸泡好杀菌药冲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沥干这个水了 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新的质料 那么一般这个旧的质料和新的质料 我们的占比大概就是1比2 旧的质料呢不能用的太多 那么用这四步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再拿来摘种好这个兰花之后 大家要注意想要让兰花后期浮盆更快 发根发芽更多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它补补菌 因为我们之前用多菌粘做了杀菌工作 那么它会把这个质料里面富含一些蓝菌奶 就全部撒灭掉了对于植株后期的浮盆和生根非常不利 所以呢后期就要适当的补 但是怎么补呢 补的话呢我们用这种蓝菌王就可以了 它可以为这个蓝菌啊盆土里面的这个蓝根菌的一个繁衍和生长 起来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再加上呢它具有很强的生根和发芽能力 可以让植株更快的长新根 然后浮盆之后呢能够更快的发新芽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它与清水啊按照一比五百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 在现在春季它的生长旺季啊 我们呢大概就是7到10天左右 给这个蓝菌啊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那么后期呢很快就能够浮盆发根长新芽 这样旧枕料的一个处理了就完成了 但是前提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旧的枕料一定是健康无病害的 我们才需要拿过来使用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